有身心障碍的 或者有肢体上的各方面的一个部分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说在教他们我们不比机构 所以说要更有的耐心跟爱心 你去看跟我们非心非故 他在讲一句话 为什么引导到我们社区 那我们是用人性化的一个陪伴 我们不能讲说 今天我们就一个专业的一个机构里面 可是呢 我希望随便会这样的一个陪伴的一个方式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勇敢的走出家庭 让我们社会上没有人看不起 自己要给自己有一些一个自尽心 不比别人差 使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希望他能够去面对他未来的一个人生路 相信他们的一个家人 甚至各位可以感受到 一个家庭里面有这样一味的一个 才会跟我们一想象的宝贝 因为你说在家里的一个生活上 有很多的一个不方便 甚至说没有 父母亲都没有办法到社会上去工作 就一直要照顾着他 我们希望说可以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 让他们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治理 要把它关在家里当宅男宅女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呢是先天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缺陷 不是他能够去左右他的一个部分 因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那是不是能够走到社区里面来 我们社区里面是一个大潮流 有这么多有爱心的一个故事 我们来帮他 所以说在这一路走来 我非常佩服我们的理事长 我也非常佩服我们所有的志工的一个伙伴 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么幻的一个场合 这是一个集会所 是里面的一个集会所 我们希望很多人能够勿进其用 发挥它对极致 不要让它是一个显示空间 是一个养分子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这些我们的宝贝们带到我们这边来 好 请找 哇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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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